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是比較下列個數之大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要比較這幾個數的大小 那麼因為這時候底數 這是四分之π 而π呢大約是3.14 所以四分之π 它是大於0 小於1 的數 那麼這時候次方越大的 這值呢是越小 所以在這裡面 次方最大的是 根號2 分之1 然後呢再來是2分之1 再來是 負的3分之4 最小的是負 2分之3 所以呢我們取 這次方的話呢 這會是比較小的 因此 這裡我們得到 這是4分之π 括號的 根號2分之1次方 會小於 這是4分之π 括號的2分之1次方 然後會小於 這是4分之π 括號的 負3分之4次方 然後會小於 這是4分之π 括號的 負2分之3次方 接著我們看 第二小題 根號5 根號5 根號5呢我們把它顯示 5的2分之1次方 這3次根號25 我們把它顯示 這是3次根號 這是5的2次方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它顯示 5的3分之2次方 好 這裡 這是根號 然後裡面是5 去乘以 這3次根號 5的2次方 好 那麼外面的根號呢 我們先把它寫成是 2分之1次方 好 那麼這裡是5 去乘以 這是5的3分之2次方 好 所以呢括號裡面 這次方要相加 所以我們得到 這是5的 1加3分之2次方 那麼就是3分之5次方 好 那外面再取2分之1次方 所以次方要相乘 我們得到這是5的 這是6分之5次方 好 那麼 這125的4分之1次方 125呢 是5的3次方 所以這裡是5的3次方 所以這裡是5的3次方 括號的4分之1次方 那麼我們直接得到 這是5的4分之3次方 那麼因為這時候底數5 是大於1的數 所以次方越大的 這個值呢 是越大 所以在這裡 我們6分之5 是大於4分之3 然後是大於3分之2 然後是大於這2分之1 所以這時候我們取次方 那麼得到這5的6分之5次方 會大於這5的4分之3次方 然後會大於這5的3分之2次方 然後大於這5的2分之1次方 因此呢我們寫成原來的形式 那麼就是 這是根號 這是5去乘以3次根號5的2次方 會大於這是125的4分之1次方 然後會大於這是3次根號25 然後會大於這根號5 這個答案 1分之1 9分之1 1分之1